第二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经常会看诗经类的书籍 是好还是不好 有时候认为有依赖性 不太愿意自己去思考 我们中国的老一辈的传统 基本上绝大多数是反对看注释的 无论是注释还是诗经书籍 看什么看 都是别人嚼出来的 然后等等 看了对我们没有益处 怕带偏了 于是乎我们就出现了一种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种 严重的恣意和骄傲 当我们不去看别人的时候 那是别人的解释的 容易把我们带歪了 好像很安全 好像很谨慎 但是就掉入到另一个 绝对化了自己的解释 那别人的书有问题 别人可能受到某些专业的训练 有什么原文 背景的 什么诗经 文学 等等 那专门研究某一卷书 他写了注释书 当然他不一定完美 但是他在学界 对于在解释某一卷书上 有一定的学术性的价值和参考价值 我们不去看他的时候 那意味着我的自己直接读经获得的结果 优于他就绝对化了我自己的解释 那问题是我一没有文化 大部分人都什么老一辈人高中都没毕业啊 小学毕业的很多 甚至小学没毕业的也有 那我绝对化了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基于什么 我懂原文 我懂圣经历史 还是什么受过专业训练 没有 那我可能对圣灵有信心 那问题是注释家 他们也不是光用自己的脑子去写圣经注释 他们也是在历史上 圣灵感动众教会 众圣徒 在诠释上整理出来了一些原理和规律 或者是试经的结果 他经过大量的观察 整理总结 加上他自己的新的研究的结果 写书 对不对 他不只是编辑别人的这个注释结果而已 他一定有参考价值 那么他里面做工 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不否认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 可能他们也不怎么祷告 甚至自由派学者很重视祷告的也有 只不过什么神学错误的 很敬钱的 所谓的敬钱 这个很多 但是不意味着他们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 那虽然他们的教义很多的是错的 那我们自己的祷告灵修 不能代替圣灵的光照 不能否认贬低 我们人在诠释圣经当中 应该接受的一些训练和装备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这个一些语言上的 文学上的 历史的 文化的 甚至地理的 文学的 等等 这些 这些都需要综合性的 解释圣经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要绝对化自己的解释 太相信自己的解释 这是第一点 要纠错 第二 我们要参考 为什么要参考呢 就是克服我们自己的短板 我们需要查考 这段经文 我理解了 那么别人怎么理解的 我去参考 别人的解释 可能由我所看不见的 看不到的那样的内容 所以可以 扩充我们的视野 开阔我们的视野 爆出我们自己的 那个小怪圈 让我们看到更多 更好的那个诠释 所以一定要参考 第二呢 也是确认 参考一些正统的解经 公认的 的时候 其实也在验证 确认我自己的这种理解和解释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学习教义 学习教理 学习历史 学习什么信经 信条 有圣经就够了 唯独圣经嘛 然后圣经是最高唯一的权威嘛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呢 不是啊 那历史上 我们相信 圣耳公知的教会 圣徒相通 大公教会 无论我之外 还有很多卓越近前的圣徒们 他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包括一些牧者 神学家 他们的解释怎么样呢 虚心地向他们参考 学习的同时也在确认 透过大家一起这样解释的 那么我和大公教会 我和别人的解释 到底一不一致 有的时候就发现 我这个解释完全是错了 跟正统的理解 甚至解释成异端了 我还以为 它是上帝给我的一种 独特的洞见和亮光呢 所以确认很重要 包括我自己一样 我在解释圣经 我对这段经文理解的时候 那我按我的理解 我也要查考 参考不同的学者的意见 那有些学者明显是 跟我不同理解 有些学者赞同我的理解 等等 来确认 而且根据那个学者 他所属的正统与否 他的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等等 来测量我自己的这个解释 是否正确 哪方面需要 然后研究的时候 当然要研究了 对不对 不只是自己直接挖 挖井和河水 还要这个参考研究 这段经文或这个书 在过去别人是研究的结果怎么样 当然你把这个各种注释书 放在一块的话 那种单行版的也好 这种整卷 整个整本的什么圣经注释 那个工具书也好 单本的单行本的这种书卷 单卷的这样注释书也好 你参考的时候 他们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学者的这种解释的方法 包括解释处理的这个难解度 专业度也不一样 然后有的人倾向于这个 简易的灵修的 什么原文都 他的注释书里面没有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 到处都是原文 然后英文 什么各种的这种文法的分析 结构的分析等等 背景的注释等等 都有这样的 有一些是单卷的 有些是工具书等等 都要参考 当然你说有依赖性 这个是肯定有依赖性的 所以如何去使用 是取决于我们的问题 那你不能说 我们不能放弃 每个圣徒直接读经的权利 我们也不能放弃 每个圣徒直接理解 尝试着去解释圣经 因为我们学习 试经学也好 学习神学也好 包括信徒 他不学所谓的那种 为了传道人所准备的一些 特殊的神学训练过程 他也有权利 应该有责任 去了解试经的一些概论 试经的一些方法 试经的一些原理 当他个人默想圣经 研读圣经 思考圣经的时候 那一些试经学的理论 那些知识 包括他对圣经地理背景 等等的知识 是帮助他正确 全面理解这段经文 有益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尽可能去独立解释 但是独立解释 不是要回到第一个 那个问题里面 就我唯我独尊了 我的这个解释 都是直接从圣灵来的 然后别人的 好像都是头脑研究出来 人为发明的一样 不要那么想 要参考 但是这个度的问题 自己去衡量 所以我一开始 我不太介意别人 那个早晨灵修 读什么 就直接用什么 那些严经版本的圣经 这个圣经 容易 我们在没有深入 去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 马上去看解释 这样的话就等于 我们这种独立去阅读圣经 理解圣经 或者是迫切祷告 寻求这个圣经真义的 这样的肌肉就松懈了 我们就常常 一看到这个经文 马上就看 这个注释怎么说的 怎么说 这样就废弃了我们经过 这种挣扎的过程当中 成长的过程 当你解释完了 尝试解释完了 你回头再看看 这样的话再确认 参考 来纠正自己的错误 来修复 或者说玩补充 我们自己的解释 然后对这个经文的 所以那当然你要准备 讲道的时候 有些传道人 准备讲道 在自己初步 理解等等之外 要参考一些注释 这就是参考和研究的 那个层面 所以不能完全 依赖于解释这个注释 但是又不能 不用注释 要参考 要确认 要研究 好 好 感谢观看